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平出纳角 记住吗 好 来 咱们一起来完成这个纳画 那么这个点写完 这个点写得有点小了 好 方笔就更明显了 欧体字的特点是方笔建长的 好 许试 一 二 三 平出纳角 好吗 另外再写的时候呢 这笔的位置有点低 应该在这起笔写 就好看了 记住啊 好 同学们 刚才我们已经对两个字进行了练习 下面我们来练习第三个 宫殿的宫字 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练 看老师的动作 首先 公字的第一笔 大家看 这是什么点啊 对了 是竖点 注意它的粗细 注意它这里面 玉竖先横 欧阳荀用这种竖点去写 避免了开头的虚 开头的空 使得这个字头呢 更有分量 注意写的时候呢 这边的距离略小 这边的距离略大 写这笔的时候呢 要指向自新方向 第一个口小 第二个口略大 老师曾经还和同学们 讲过 重复着笔画的距离 要怎么样啊 对了 是相等 重复的笔画 你看这里有五条横向的笔画 它们之间的距离 基本上相等 下面看老师再做一遍 同学跟老师一起做 注意第一笔 竖点的位置和大小 然后我们来看 左边 一个向下的垂点 然后我们向右 写横勾的时候 注意左边这节的距离小 右边这节的距离长 下面 第一个口 是小的 第二个口比第一个口略微大一些 并且我们写重复的横画时 要注意中间的间距 基本相等 收笔 下面呢 看老师再做一遍 玉树先横 略略的有点偏左 然后挥风收笔 注意左右两节的长短 钩呢 要指向字心方向 第一个口小 第二个口比第一个口略微大一些 好 最后的收笔 要把这个字的字式呢 整个包裹住 收回来 好 下面我看一下同学的练习 你看 这里面 一二三四五 五条横线 老师刚才讲过距离要怎么样 相等 要相等 那看看你的相等吗 再写的时候 要把它写相等 好吧 仓风之后 行笔动作要干净利落 提 按 折回 再写的时候 注意提按变化 提 按 收笔 那么你这里面的笔 笔里面的墨浓 或者说墨少 你行笔就有阻力 所以你写的时候就总在一点一点去这样 不是干净利落的一笔行下来的 今后要注意去调整笔峰去告笔 好 同学们 你们写完了吗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同学的练习 先看第一位同学的 首先他运用了双勾填墨的方法 对笔画进行了认识 基本上填得比较准确 但是在写的时候还要注意提笔去写 因为我们的墨已经阴出了双勾线 这样容易显得臃肿 填墨还需要再准 那么就得要提笔去完成 下面第二个是单勾来完成的 单勾完成的 基本上记住了笔画的形状和特点 也是要注意笔画的粗细 那么第三个呢 是自己独立临摹的 在临的时候呢 笔画写得干净利落 基本上符合了欧体的特点 个别的笔画还要注意 今天我们讲的竖点 应该和竖有联系 那么竖是什么样的呢 竖是玉竖先横的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 玉竖先横的样子 然后下面呢 注意撇的斜度 撇写的时候 这个撇点写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方向 其他的笔画写得比较好 然后我们来看支字 来看它临摹的这个支字 支字的点写得不错 基本上符合了欧体字的要求 然后提和匹尔写得也可以 上节课我们学过的平纳 你还要再进行练习 因为平纳的一波三折是 一 二 三 是这样出来的 而不是这种弧度 就像我们绷着脚面那样 看着很不舒服 希望再写的时候 能够注意 回去多加练习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公字 公字的竖点和刚才犯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欲竖先横 注意横的动作 横着顿比的动作 然后整体这个字呢 写的笔画还算可以 但是今后要注意 是不是有一些偏呢 要注意我们的口的位置 这样你的两个口就摆正了 下面我们再看另一位同学的练习 那么看一下行中硕同学的练习 双钩填墨 做的比较准确 单钩 没有忘记双钩笔画的形态 写的也很好 有了前面的基础 所以再看它后面的临摹 八九不离十 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在这里面老师提醒你 最后一点的位置 稍稍偏了一点 所以你这个字呢 显得有点上扬 那么老师把点帮你往下 挪了一下 这时候这个字呢 才能显得平衡 注意这字是要平衡 那么最后一点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下面呢我们来看支字 支字这里面呢点儿写得很好 其他两笔写得也不错 那么平纳的起笔写得也很好 问题出在这 在上面笔画的最外端顿笔 再平出纳角 你这个纳的长度呢 就非常适合了 现在呢稍微有点长 希望在写的时候呢注意观察 到笔画上面笔画的最外端 停顿出风就非常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他写的公字 公字这里面笔画写得很好 基本上呢都做到了欧体字的那个样子 只是呢第一笔 要是再略大一些 是不是我们会显得更好看呢 所以我们学习书法的时候 首先是要把点画写出它的形态 第二步呢就要注意 你的点画是不是写得适合 是不是能够在这里面做到恰到好处 这还需要我们后期的练习 总之这两个同学练习都非常不错 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欧体字的竖点和侧点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老师要介绍给大家的知识 请看幻灯片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知识是会议字 那么什么是会议字呢 会议字就是将两个或几个象形字结合在一起 可从他们的关联中 录出一个新的含义 这就是会议字 面前一个人 后面跟着一个人 这就是从字 人靠在树木旁边 就表示休息 我们的祖先真是智慧无穷啊 下面是设字的不同字体 其演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甲骨纹象形的这个意味是最浓的 你看 左面是水 右面是布 你在水里面 布行 或者说水里面行走 那不就是涉水吗 所以设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从甲骨文 然后到小传 到历书 到楷书 行书 三点水表示的是水 你人在水里面走 不就是涉水吗 因此设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那么 我们说明亮的明和初 同时也有这种意思在 你看 日和月放在一起 怎么样啊 我们只见过白天有什么 有太阳 晚上呢 那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 同时要在一起 你说它怎么样啊 很亮 我们组一个词就是明亮 是不是 那就非常亮 明亮 所以这个明字呢 你看我们的祖先是用一个日和一个月 把它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新的意思 那么明亮的明是这样的 那初呢 大家看 左面是一个衣补旁 右面是一个刀字 那么 我们做衣服之初 是先要对布料进行裁剪的 所以 你那个衣字一开始的 初期的工作 是什么呢 是用刀剪去把它裁出来 因此 一个衣补旁 一个刀 也表示了做衣服的开始 那么 就是初 初期工作 刚一开始 这个意思 木字呢 左面是一个牛字旁 右面呢 这个反文在过去呢 是从铺字 也就是说 是手里面拿的 木杖 拿木杖去干什么呢 去驱赶你的牛羊 所以放木 就是从这来的 这几个会议字的道理 同学们知道了吗 如果有兴趣 还可以查一查 他们演变的过程 好 同学们 本讲我们对 欧体字的 侧点 或者叫做右点 和竖点 进行了学习 希望同学们回去之后 勤加练习 不要小看这个点 它可是一个字的规模 规矩 因此我们同学 一定要回去勤加练习 把点写好 将来用到我们写的字中 本讲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再见